蝉 于是难 垂蕊引青鹿 流响初书童 居高生自远 分世界青风 蝉引着清纯的露水 从高大的梧桐树上发出叫声 蝉引身居高处 声音自然能够传得很远 并不是借助秋风吹颂 诗人借写蝉的声音 能传得很远 来说明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 他的名声也自然会流传四方 让我们再来读一遍蝉 于是难 垂蕊引青鹿 流响初书童 居高生自远 非世界秋风 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